晚安你好我是房燕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视晚间新闻 头来话题我们带您关心到 涉嫌杀害女朋友的香港男子陈同佳 在反逃犯条例抗争的这个关键时间点 却主动说要来台湾投案 我国到底要不要直接受理 现在引爆朝野激烈攻防 因为这牵扯到我国的主权问题 华视新闻要带您客观来分析 我们来看到过去这两天 前总统马英九大声疾呼 他痛批说我们要是不审理此案的话 这等同于是放弃了 我国自己司法的管辖权 好但是行政院长苏文昌反驳了马英九 他认为司法正义是不能私了 同时也点明了 这就是林郑月娥的政治操作 我们不会落入圈套 现在朝野激烈攻防 而就在今天傍晚最新消息 陆委会包含内政部以及防部 想出了更适合的做法 他们联合召开记者会 正是港府基于政治理由 不会审理陈同佳 更强调港府不办 我们来办 目前专案小组已经待命 只要港府同意我方人员前往 就押解陈同佳来台 好我们再更清楚的解释给观众朋友 针对陈同佳涉嫌杀人的命案 因为香港保安局已经强调发表声明 他说陈同佳是自愿来台湾投案的 但这其实非常的奇怪 因为您知道香港是没有死刑的 但是嫌犯却主动想要来到还有死刑的台湾受审 再加上劝说陈同佳来台投案的牧师 是具有北京政协委员的身份 所以现在外界认为 台湾如果直接答应的话 中国理所当然会拿台湾这个事情当借口 打压香港反送中抗争 学者指出 现在台港是属于不同公权力 需要更多的司法互助机制 好 更多台港司法争议的后续问题 华尔新闻稍后还会有详细的报道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教育问题 老师率领全班言语霸凌 这让一个特教生要怎么面对接下来的人生呢 我们来看到这段画面 台中有一名身心障碍的小二男学生 他被多索学校拒绝入学 最后是妈妈表达愿意陪读的情况之下 他进入了实验小学去就读 没想到老师某一次 却要求全班同学一起对他说 管好你的嘴巴不要污染我们的耳朵 妈妈认为老师您带学生将集体霸凌我的孩子 校方坦诚 老师的表达跟教导的确不对 那么目前已经跟父母道歉 但是还是要求他们必须转邪 现在变成教育人求吗 教育局要介入调查 同样惊险的过程 您上下班要试试这样的画面 谁能够接受 您可以看到 这是包含像是砂石车货柜车 为了抢快直接跨越了双黄线 而且逆向超车 这是差点发生车祸 这个地点就在彰化的深岗乡 因为最近开通了一条比较方便的 五公里长的滨海路 为了要疏解附近的道路车流量 但是没想到您看看 天天发生超车情况 目击驾驶都被吓坏了 附近民众说宁愿塞车 也不敢走这条路 现在警方要加强做超车取缔 那如果我们开车卡在火车轨道 该如何冷静的危机处理了 我们来看到这是高雄市南子区的一处平交道 有辆轿车 他为了闪避对象来车 所以他开上了铁轨区 硬生生的卡住了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想到这时候 还有四强列车要进逼 辖区警方货报 立刻通知了铁路局 要列车减速 并且赶快停车 最后列车长还请了车内的乘客 和远景一同合力的将轿车推出了铁轨区 惊险万分 耗费了四十几分钟 平安落幕 同样也是危险的动作 可能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安全 您可以看到 这是位在台中大渡山的旺高辽 非常知名的赏夜景景点 很多游客都会来赏景拍照 但是民众目击到 您可以看到 这一整排游客就直接坐在栏杆上 您知道脚底下是十公尺深的悬崖 也就是说不小心摔落 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现场是没有设立任何的告示牌 现在市府管理单位只能够加强劝导 也希望游客以及看到这条新闻的您 不要做出这么危险的举动 但户外很美的景色 却出现了毒性很强的化骨水 而且一桶一桶 差点倒入河川污染环境 好 这个地方在新竹县 很多偏偏山区 有被不肖业者当作垃圾场 刚你也看到了 为了省钱就把废弃物 载到山区去丢弃嘛 甚至是焚烧 警方就揭霍到有 来自七桶不明的液体 那他们就被丢在凤山溪的上游 环保单位检查 发现打开一看 竟然是俗称化骨水的孵化氢 幸好及时发现 发生话题很重要 为了让年轻人能够成家买房 现在银行纷纷推出40年房贷 要来减轻您的压力 好 这是一开始 高雄市长韩国瑜宣布的政策 叫做安居高雄市民 购买房贷的专案 那么一开始是锁定高雄市民 有个条件 就是贷款人和房子的年龄总和 不能够超过75岁 这样子就可以办40年的房贷 那么现在有多家银行都跟进了 所以全台是适用的 这对于年轻人来说 我们看似真的是减轻负担 假设你买500万的房子 贷款20年 每年原本是要还24000多块钱 瞬间变成说 你只要越缴 因为还40年嘛 这也代表一个30岁的高雄青年 得要缴到70岁了 所以年限一旦拉长 得要付的利息 当然也就更多 有利有弊 放眼国际 部分国家还有皇室 外界总是对于皇室的文化特别好奇 我们先来看到是日本天皇 德人在今天登基了 那么日本皇居一大早热闹滚滚 中午就举行了 即位礼正殿之仪 当然皇后雅子也特别换上了传统的 纯白十二丹 是循着德人的脚步进行参拜 您知道今天全球有175个国家 多达两千位的来宾都来日本庆祝 官礼 当然我们的驻日代表谢长廷也代表我国出席 那么日本也派出了超过两万六千名的警力 部署的滴水不漏 当然人民众跟着放大架 现在包含东京有二十多个景点 动物园以及京都四个观光点 都是免费开放 游客参观 反观泰国王室在今年中虽然喜事连连 没想到年尾将近却上演了宫斗戏 而且真实上演 泰国王室突然间宣布说泰王七月才刚纳了妃子 我们当时有做报道 她叫做施妮娜 对于国王不忠 而且还说她平平渐月本分 处处想要跟王后平起平坐 因此泰王临时决定要撤掉她的头衔 还有军阶变成废妃以示惩罚 好继续回到之前涉嫌杀害女朋友陈同佳 按现在陈同佳主动愿意来台投案 当然也引爆朝野激烈空房 因为这涉嫌台湾要不要主动接收 有没有矮化台湾主权的问题 好现在最新消息是陆委会已经发函给香港政府 将判约我们直接到香港压界 涉嫌杀人的陈同佳 然而目前还没有得到港府的回应 陈同佳也可能在23号出狱之后 自行来台投案 我方该如何因应呢 我们就来看到现在政府认为 只要人抵达台湾 我们就要抓人 台湾不会私了也不会拒收 到时候陈同佳如果遭到收押 将会直接被关进看守所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因为陆委会已经要求移民署 对陈同佳这个人要助记管制入境 所以目前唯一主动投案的方法 就是他利用落地签的方式搭机来台 下机之后我们直接将人逮捕 我们也要检讨这次政府是否因应有慢半拍的情况 因为国策顾问黄成国在今天坦承了 他说老早在9月25号 他就带着当时劝说陈同佳的香港牧师 与内政部长徐国勇正式会面 告知陈同佳在出狱之后非常愿意来台投案 这距离10月23号也就是明天陈同佳出狱 只有将近一个月的缓冲时间 徐国勇怎么没有告知服务院高层呢 那么今天行政院长苏仁昌当然就被媒体 包含立委追问了三次 但是没有正面答复 美国总统川普突然间下令美军要从 叙利亚北部库德族的地盘撤出 这也让库德族大骂美国再次背叛我们 因为美国媒体的统计 您知道美国至少背叛了库德族八次记录 事实上从一次大战之后 库德族非常想要独立建国 而库德族频频遭到各个国际强权背叛 出生入死有他们的份 但是谈到独立要建国分享权利的同时 他们又得靠边赞 所以到现在库德族仍旧是世上 没有办法独立建国的最大民族 详细了解都在今天的打开世界之门 这道新闻尾声了吗 带您到日本去欣赏世界摩托车锦标赛 各国选手精锐进出 最后华尔县团队特别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房叶寒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